本与房地产市场共疲软的建材行业或因澳联储加息再度面临窘境 那建材行业内公司能否抵住竞争压力 有效发挥其独特发展战略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随着COVID-19大流行造成的经济低迷 对本已疲软的房地产市场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此期间 住房数量有所下降加之澳联储已累计加息325个基点 而且由此也会导致房屋贷款的按揭成本飞速上涨 今天就简单分析下与住宅建造密切相关的建材行业龙头公司CSR 首先潜息下建材行业目前面临的窘境 建材行业的需求与住宅需求密切相关 住宅建筑企业对房地产价格 利率和人口增长等宏观经济因素高度敏感 由于替代建筑材料如木材 封墙板和混凝土的日益流行 粘土砖的使用一直在下降 另外 由于澳大利亚强劲的人口增长 住宅建筑越来越偏向多户型公寓 所以原本独立式住宅向多单元住宅的转变 也导致了粘土砖的使用在下降 这是由于多单元住宅通常比独立式住宅包含更少的砖块 此外 天然气价格上涨导致许多运营商 在过去五年里陆续退出该行业 导致产量下降 总之 从数据段来看 在过去五年中 该行业的年化收入下降了近7.5% CSR作为建材业的龙头公司 在澳大利亚建材行业中拥有领先的市场地位 未来的发展趋势必定会受到广泛关注 CSR从一开始便制定了低成本 多品牌及区域发展策略 以达到有效降低成本的目标 旗下的Bradford PGH Brick & Pevers等品牌 很好地发挥了协同效应 显著提升了CSR财年的营业收入 以及保持CSR在建筑产品 旅产品和房地产等方面业务的市场份额 处于稳定增长的态势 COVID-19大流行造成的经济低迷 对这个行业造成了负面影响 同时 近期澳联储加息及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形势 也会导致期间住宅建设活动的减少 会加剧房地产业的竞争 同时也降低了CSR的整体长期盈利能力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加61-3865-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